太粗心了 妹妹结婚的前夕 这个姐姐怎么糊里糊涂把嫁妆给弄丢了 最后怎么找回来的呢 一级人搭计程车在饭店下车还有说有笑 出来一名女子回头冲出来十分着急 因为她不小心把妹妹的婚纱跟首饰 粗心全忘在计程车上 那时候是真的很慌张 因为隔天那个婚礼就要进行嘛 我们六点多就开始要准备 第一瞬间她就开始会进去 就开始掉所有监视器 翡翠钻链金链 价值上百万的首饰 以及妹妹身上这套雪白婚纱 也看不到十二小时就要举行婚礼 竟然全搞丢 招集的张小姐赶紧报案 原警一路调阅监视器 终于在婚礼前五小时找了回来 当天雨势蛮大的 所以监视器掉出来的画面都蛮模糊的 那我们只能说往回头叫一台车一台车 每一台车去慢慢解除她的车号 直到凌晨一点半 终于拿回婚纱 张小姐喜极而泣 一时初心 差点把妹妹婚礼搞砸 幸好最后还是顺利让她穿上美丽婚纱 开心嫁人 最新闻综合报道